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这部电影的配乐也是十分的优秀 总能恰到好处的加深情感的表达 观影体验也因此加分不少 电影的开头便是伴随着一段悠扬的情歌 在一间再普通不过的公寓里 一对年轻的夫妻正在激烈的争吵 而这场争吵的双方是本篇故事的主角 霍利和她的丈夫盖里 就像其他人共同生活的恋人一样 他们总会在一些生活琐事上产生矛盾 进而大吵一架 但他们依旧深爱着对方 所以争吵过后很快又会重新拥抱在一起 盖里是一个热情且幽默风趣的爱尔兰男人 总能在获利心情低落的时候逗他开心 就连那些无伤大雅的争吵也都变成了一件情趣 两人婚后生活总是这样幸福而甜蜜着 时光飞逝领冬已至 一间街角的小酒吧里正在举行一场特殊的派对 还是那样盖里式的悠闲风趣 好像是亲朋好友间最普通不过的一次聚会 但来宾们都穿着沉重的黑色 获利也是一席黑色长情 他眼眶通红却努力克制着悲伤 一旁的牧师念完简短的道词 伴随着是一首熟悉的不着调的情歌响起 他却没能见到那个熟悉的人 这场派对便是盖里的葬礼 他不幸得了脑瘤不久便不至身亡 而获利的挚爱就是这样 永远躺在了他亲手设计的骨灰盒里 听着人们谈论着盖里生前的去世 获利的心情渐渐崩溃 他抱着盖里的骨灰盒回到他们的家 身心俱皮的获利开始拨打盖里的电话 只为了听到语音留言里提示他熟悉的声音 一遍又一遍 仿佛只要这样那个男人就还在 他还是无法接受寡妇这个称谓 无法接受盖里已经不在了的事实 获利将自己紧紧抱在被子里 眼泪汹涌而出 他开始回忆他们之间的点点滴滴 包括那些争吵 他总会幻想着他们还在身边不曾离开 一切只是自己一场噩梦 获利将自己关在家中 拒绝一切外界的联系 颓废的彻彻底底 他穿着盖里的衣服 看着老电影放声高唱 不再熟悉打扮也不再出门 就在他的日子将会这样一直混沌下去之时 获利迎来了自己的30岁生日 事实上如果不是家人和朋友们的出现 他早就彻底忘记了这事 而就在他生日的这天晚上 随着一个不同寻常的包裹到来 他的生活终于发生了改变 就像是一潭死水 突然投进一粒石子 激起了层层波澜 包裹里是一个大大的生日蛋糕和一盘录音 署名这是他日思夜想的盖里 录音里的盖里说 他有一个计划 他给霍利写了许多信 而那些信也将会通过各种方式发给他 也希望他能配合自己的计划 不要主动去找寄信的来源 因为他还不想太早的说再见 霍利哽咽了 没人比盖里更了解他 录音里的盖里接着说 首先希望霍利今天晚上能跟朋友 家人们一起好好地庆祝一下自己的生日 这段留言的最后 他坚定地对霍利说 你要知道 不管我人在哪 我一直都在想着你 生日快乐 我爱你 在闺蜜丹尼斯的安排下 霍利跟着他们一起去了夜店 大家玩得十分开心 酒过三巡后 大家又回到了那间熟悉的小酒吧 姐妹们还在兴致勃勃地分享着刚才的趣闻 烂醉的霍利却独自躲在了酒吧仓储间 他不明白为什么上帝要将盖里从他这夺走 也就在这个时候 一直暗恋他的酒吧老板丹尼尔出言安慰 霍利像是将他的话听进去了 却又是什么都没有听进去的样子 终于在体内大量酒精的持续作用下 霍利彻底地罪倒不省人事 第二天清晨清醒的霍利第一件事 就是跑去看了信箱 那里有盖里寄来的第一封信 信的末尾是他爱的告白 父主我爱你 霍利将盖里在信中的安排统统照做了 他如愿买了一个床头灯 买了一身气场十足的新衣服 但他此时并不清楚 做这些事情的意义是什么 可这些是盖里希望他做的 而他无条件地信任着他 躺在那张新装了床头灯的床上 霍利有些丈人若失 恍惚间他又看见了盖里 这间屋子里盛满了他门间的回忆 生活人在继续 因为和客户吵架 霍利失去了这份工作 他回到家里却意外在角落里 发现了一枚小小的皮带扣 霍利认出那正是之前被盖里搞怪弄坏的那个 这个精致的小物件带着盖里的气息 他将它妥贴的同他们俩的合影放在一起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 临冬已过 撑回大地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季节里 霍利收到第二封信 新的内容很简单 这个月去唱一次卡拉OK 可能会有惊喜哦 信的末尾还是那句熟悉的告白 付诸我爱你 这封信让霍利不仅想起了从前 那时霍利为了跟盖里赌气而上台唱歌 却意外摔倒被送进了医院 这段不愉快的回忆让他意识到 在他们近十年的婚姻中 原来常常会为一些小事而为难对方 想到这里霍利决定再上台表演一次 哪怕和他斗气半嘴的人已经不在了 他想修补回这些回忆 这个小小的不完美 那方小小的舞台上霍利顺装登场 唱起了那首 Love you to the end 台下坐着许多人 他却只想唱给盖里听 丹尼尔也来到现场 他问出了那个困扰所有男人的世纪难题 女人到底想要什么 而就像霍利回答那样 其实我们也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随后两人相视一笑 第三封信被藏在了送去洗衣机店里的皮夹客里 盖里在信上说 他喜欢霍利穿这件皮夹客的样子 至于自己其他的东西 就不要再继续留着了 是时候了宝贝 心为人是那句不便的告白 付诸我爱你 霍利和盖里已经在一起生活太久了 早已经分不开哪些是他的东西 哪些是盖里的东西 于是他找来了丹尼尔帮忙 夜深人静半梦半醒间 霍利终于又一次见到了盖里 他感觉到了盖里的气息 已经开始有所淡化了 随着气温的身高 夏天如约而至 霍利目不转睛盯着分发信件的邮递员 终于盼到了盖里写给他的第四封信 第四封信带他来到了一家旅行社 很显然 女店员还记得这封信的故事 原来是盖里带他去旅行 去到他们最初相遇的地方 美丽的爱尔兰 盖里安排了一间敞亮的大房子 房子里有盖里写给霍利两个闺蜜的信 只是这次却没有给霍利的信 他希望他们能替自己陪霍利好好享受旅行 盖里为他们推荐了自己最喜欢的酒吧 也是在这间酒吧里 霍利遇到了在酒吧唱歌的威廉 他风度翩翩充满魅力 在两个闺蜜的异通怂恿下 霍利决定主动过去打个招呼 威廉明显地对霍利有好感 他决定唱一首歌送给他 音乐响起 霍利却如遭雷击 回忆间起滔天巨浪 瞬间将他淹没 眼前这个人同济意中的那个人重叠 那时的盖里就唱着这首歌 向他款款走来 从此走进了他的世界 霍利落魂而逃 往日的甜蜜回忆随着盖里的离去变得痛苦 折磨得他喘不过气来 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 他们一行三人决定去湖边钓鱼散心 对于昨天酒吧里的事情 霍利还是不能释怀 丹尼斯却一语道破 盖里就是过意这么做的 他可能是希望有一天 你能够真的将他忘了 就在此时有余要上钩了 三个行手一通忙活 也没能将鱼钓起来 反而因此弄丢了船脚 一时陷入尴尬的困境 就在这时闺蜜沙朗爆出一个喜讯 他怀孕了 丹尼斯也有喜事将至 他的理想情人汤姆向他求婚 而他也答应了 顺带一提丹尼斯与汤姆 正是在霍利上台唱歌那天结实的 看着好有幸福的表情 霍利说不清楚自己心里是怎样的滋味 本是该由衷的为他们感到开心的 可是心里却隐隐的有些失落 可能是因为这些幸福 自己也曾经拥有过吧 天色渐暗 三个被困的女人终于等来了救星 巡逻艇上的威廉笑的一脸阳光 一席人终于回到了住处 外面已经是大雨倾棚 威廉理所当然的留下用餐 原来他不光是酒吧歌手 也是这片湖上的救生源 好友有意撮合霍利和威廉 霍利却有些犹豫 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该迈出这一步 就在这时 命运的安排就是这么巧合 他看见了刚洗完澡的威廉 于是接下来的一切顺理成章 水到渠成 事后霍利提出想去看望盖里的父母 也就在此时他才惊讶地发现 威廉和盖里竟然是多年的好友 事已至此 威廉索性和霍利讲起了盖里年轻时的事 第二天一早 霍利来到了盖里的父母家 而盖里早就猜到他会来 他请父母代为转交给霍利的信 在这封信的指引下 霍利来到了盖里的秘密基地 一堵他称之为宝里的石墙 盖里曾无数次地在此思念着偶遇的霍利 他们相遇那天 外出散步的盖里遇见了来毕业旅行的霍利 他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迷路了 于是很自然 两个陌生人从温路开始决定结伴同行 一路上霍利兴致勃勃地谈着他热爱的艺术 而盖里看着眼前女孩子认真的可爱模样 一可名为爱情的种子便开始萌芽 对于盖里来说 从霍利出现那一刻起 就已经俘获了他的心 回忆的车轮滚滚向前 霍利也明白盖里的用心 他希望他能找回初遇时的那个自己 那个充满激情对未来无限憧憬的自己 正是他那副自信的模样 深深地吸引了盖里 新的梦韦还是熟悉的附助 这次的爱尔兰之旅 让霍利在迷茫的生活里 重新找到了方向 找回了那颗热爱艺术设计的初心 他再次消失在了亲友的视线中 不过这次不再是颓废消缠 他又看起了黑白老电影 而他多日来的毫无音讯 伤害了丹尼兹 他气愤的给霍利留言 表示不需要这个不称职的伴娘了 而正在纠结未来该做什么的 维持生计的霍利 顺手就将电话丢了出去 碰巧砸到了桌子上的合影照片 同照片放在一起 那颗皮带扣掉了下来 正好卡在了他的鞋子上 成了一个恰到好处的装饰 这无疑给了他灵感 随即他画了很多漂亮的草图 也试着从自己的鞋子开始着手改造 然后霍利带着这些设计图去找了丹尼兹 承认尔最近因为自己的生活一团糟 所以对好友的幸福有些心理失衡 并肯求他的原谅 两个好闺蜜终于兵士前行 霍利将这些图纸一一拿给丹尼斯看 并答应他可以从中选一款作为婚鞋 找到了目标的霍利和丹尼尔分享自己的喜悦 却在交谈中顺口把丹尼尔叫做了盖里 这也让丹尼尔彻彻底底的明白 自己是时候结束这段单方面的爱情了 在霍利彻底放下盖里之前 他不会爱上其他任何人 很明显霍利自己也意识到了 他一直以来压抑着心情的终于爆发 像是再也无法忍受这一切 他哭着去找母亲 狠狠地扑在母亲怀里气不成声 成年人的崩溃有时候就是来的这样突然 他哭着质问 在他决心不相信男人的时候却遇到了盖里 现在他却不在了 这一切有什么意义 母亲看着眼前的女儿 明白从盖里去世起 就一天天堆积的委屈 终于彻底爆发了 霍利还在继续发泄着 他大声地哭着道 不管我做什么 我身上发生了什么 他都不在这里 而我也觉得我跟着他一起不在了 母亲十分理解女儿此时的无助 她温柔地安抚着被窒息般的孤独淹没的霍利 母亲也终于坦白了不喜欢盖里的原因 在他身上 他看到了霍利父亲的影子 他不想亲眼看见自己的孩子重蹈覆辙 说着母亲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了一封信 这是盖里给霍利的最后一封信 原来之前的信都是由这位母亲替盖里寄出去的 最后一封信里 盖里希望霍利能放下自己 勇敢地再去拥抱下一段爱情 新的结尾人设最简单最直白的表白 付诸我爱你 迷茫的霍利想到了丹尼尔 可是这一次的尝试让他们更加明白 彼此之间还是更适合做朋友 从一个冬天到下一个冬天 盖里已经离开整整一年了 霍利也是第一次彻底的感受不到了盖里的存在了 后来霍利开了一家自己的品牌店 出售自己亲手设计的各种漂亮鞋子 是盖里纯粹真挚的爱 让霍利重获新生 此时的霍利决定带母亲也去一趟爱尔兰 在那个浪漫的国度 多么天马行空的邂逅都有可能发生 无巧不成书 霍利在这里再一次遇见了威廉 而她的母亲也邂逅了威廉的父亲 电影却在此时狭然而止 扮演随着那首歌 If I Ever Leave This World Alive 这段感人的故事缓缓落下帷幕 但结尾处的刘白无疑给了我们巨大的想象空间 后面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 快把你们的想法留言在评论区 和大家一起讨论吧 好了我是大美 我们下期再见吧 If I Ever Leave This World Al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